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称为历史上最幸福的太监 身为燕人 他却娶了一妻三妾四方太太 就连末代皇帝溥仪都震惊不已 其实小德章早在宫中的时候 就有跟宫女对食的记录 什么是对食呢 通俗点说就是搭伙过日子 特别是宫女与太监对食 在古代宫里尤为常见 宫里的太监和宫女有很多 但能得到宠幸的才有几人 因此寂寞难耐的人也数不胜数 但是要说宫女们寂寞难耐倒还情有可原 因为别人器官健全 时间久了 生理方面难免有需求 小德章一个太监能有什么生理反应呢 传说 小德章身为一个太监 下体却重生了 而且性能力还远超其他人 因此很多宫女都主动现身 想跟小德章来一场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 命根子被割了还能长回来 这种事是从来没听说过 而且太监们都是怎么服侍女主子的 她们的下体又怎么重生的呢 在古代太监们大多数人都出自于贫苦的百姓家庭 由于生活的困境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但平心而论 她们都是有独立思想和情感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贫寒所逼 谁也不会愿意割掉自己的命根子 所以为了避免入宫跟皇帝抢女人 太监们的净身做得都很严密规范 在清朝时期的北京城内 有两个赫赫有名的燕歌世家 一个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 一个是帝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刘家 这两家都被受封为六品顶带 直接供职于皇家内务府机构 他们的燕歌技术在当时也号称京城一流 可以说清朝成千上万的太监们 大多是在这两个家族的刀下产生的 要想当太监 刀子匠这一关必须伺候好了 因为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 大出血就能要一个人的命 况且是这种动刀子的手术 巴结好刀子匠也是保全自己的性命 所以在手术前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 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 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拳击 外加一瓶酒 二是手术期间所用的物品 包括三十斤米 几缕玉米棒 几蛋芝麻街 及半刀窗户纸 当然动刀钱也要给 一般是八两到十两银子 如果穷人家实在拿不出 便要立下契约 等太监进宫发工资后再逐月回扣 但月份少利息大 如果进宫混得不好 这笔债要一二十年才能还得清 在上述需要携带的物品中 大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 玉米棒是烧炕保暖用 芝麻街烧成灰后用来垫炕 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 以免手术后受风凉 刀子匠这边 除了必备的手术刀 还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 臭大麻汤和麦杆 手术后把猪苦胆敷在伤口处 有消肿止痛的作用 臭大麻汤则是手术前 让净身者喝一碗 起麻醉作用 手术后再喝 让手术者泄渡 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 保证手术成功 麦杆的功用 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接着 被手术的人会被蒙上眼睛 脱进医库 采用半握姿势 扬倒在床位上 手脚成一个大字 被绑得结结实实的 助手也将他的下腹 及双骨上部 用白布绑紧固定 接着 刀子匠掏出一种 成连状弯曲的利刃 在火上烤一下 便算是消毒了 然后 主刀者进行切除手术 过程期间 由助手抓牢 被手术者的头肩 压着他的腰 喂的 就是防止他因痛 而乱动影响手术 另外的人 则用热胡椒汤 把被阉割的部位 清洗消毒 手术完成后 有两名助手 搀扶被手术人 在房里缓行 两三个时辰后 才允许躺卧 手术后三天内 不准喝水 三天过后 大功告成 伤口也不能让它 很快长好 而要故意 微浓长肉 这样伤口才能平复 近身与疗养 前后需一百天左右 而最终成功活下来 且没出问题的人 将会被引荐进宫 成为太监 做到这里 仅是拥有了入宫资格 而后 更加严格的审查制度 才是确保太监进宫后 不会给皇帝戴绿帽子 但为什么很多太监入宫后 依旧拥有性能力呢 他们又是怎么躲过 严格审查的呢 刚刚经历完男人最耻辱的手术后 对太监的侮辱还没有结束 准备进宫的太监 需要再统一接受官员的检查 合格才能入宫 如果在宫中检查出不合格者 所有在外面管太监的人和宫中 静视房总管等人会一律砍头 所以检察官几乎是蹲在每个太监的下体前 一个个查看 甚至会动手拨弄两下 但还没完 在入宫以后 太监们每年还要进行复查 无论太监们在宫中的官职大小 品级高低 如果有不合格者 还要再补行一个阉割手术 在这么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 还有漏网之余吗 事实是 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的例子 就摆在眼前 除此之外 清朝明太监张永福 与龙玉皇后淫乱的事情 在外名声传的也是响当当 面对封建皇权的不断打压 太监们每天耳闻目睹 皇帝跟宫女们的那些事 只能遗憾自己不是一个健全之人 但时间久了 遗憾终会变成极度 即便没有了性能力 太监也由其他事 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而宣泄的对象 就是宫女 在古时 男尊女卑的年代 虽然太监地位低下 但宫女的地位 要更低于太监一级 经常受欺负的太监 只能折磨比她地位更低的宫女 而太监折磨的方式 主要分为两种 分别是 借助侠句和守府口孽 侠句就是假洋句 太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命根子 身体上自然会发生很大变化 变态的身体 慢慢会导致变态的心理 所以使用假洋句去折磨宫女 不能进行性行为的太监 将得到精神上的快感 根据史书记载 清朝时期 就有太监将侠句 塞进宫女的肛门之中 最后竟将宫女折磨至死 而另一种折磨方式 守府口孽 相比辖句则温柔得多 在《金瓶梅》中有所记载 太监手脚并用 或掐拧或摆弄 以此来遭见女人 从女人饥渴难耐的神情中 得到另类的满足 而这所谓的另类满足 同样是精神上的高潮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 除了宫女以外 宦官宣泄性欲的对象 还有三位 分别是教访歌迹 奸掠他人人妻 以及后宫的嫔妃皇后 对于嫔妃皇后 太监当然不能用折磨的手段 而且能攀上他们这根橄榄枝 是很多太监求之不得的事情 除了能得到他们最想要的权利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嫔妃皇后 能给予他们免除复查的特权 而这一点正是魏忠贤 张永福等人身为太监 却能霍乱后宫的原因 后宫嫔妃皇后 虽然不像太监那样 拥有变态的心理 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还是有的 皇帝一天只能宠幸一个 轮到自己的时候都猴年马月了 所以跟太监私通 也是后宫嫔妃常有的事 而有的像魏忠贤小德章那样 下体重生的太监 更是被嫔妃视为掌中宝 岂能让别人坏了自己雅性 所以每到复查之时 嫔妃皇后只需找个借口 便可免除跟自己通奸太监的审查资格 那么又回到了最初时的问题 那些拥有性能力的太监 他们的下体是如何重生的呢 有些宦官得事后 虽享尽人间富贵 却因为不能育女而憨恨 于是就渴望恢复性能力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 他们之所以下体重生 正是因为生理方面的原因 魏忠贤入宫之前 曾欠下一屁股赌债 根本没有钱再去找刀子匠做手术 于是他选择的是 自己手动掩割 由于阉割不够彻底 精气还能产生 器官还有残存 从外观上看 魏忠贤似乎失去了命根子 但其实他的下体一稍凸长 尚具有一定的性能力 且后天慢慢保养 下体还可突出一二 在例行防饰时 甚至还能在原有基础上 再突出江寸 虽不如正常男人 但勉强可以与女人 过性生活 而太监之中 一个比较另类的人群 也有很多下体重生的案例 他就是童奸 有些父亲 如果决定自己的儿子长大后 要做太监的话 孩子还在强保时 便特意雇请一个特殊庸父 来照料孩子 特殊庸父 兼善一种特别手术 即轻巧地搓揉婴儿的小高丸 每天三次 每次用力捏到婴儿痛楚提酷为止 并且慢慢增加力量 这样就能渐渐地破坏 他的生殖机能 长大后绝不产生经验 经过这种残忍的手法后 孩子的生殖器便渐渐萎缩 也因此 有些童奸不会遭受动刀之苦 而有些动了刀的童奸 由于经常和年幼的太子及公主 作伴婴戏 在他们的发育期里 就会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性能力 只要他们与小太子的关系非常好 宫中的检验太监 也不敢特别仔细地检查他们 也因此 很多童奸长大之后 下体都得到了重生 从生理的角度讲 童奸的阳聚虽被阉割 但性腺还在 性激素仍有分泌 这也导致性要求的存在 从医学上来看 人体的发育功能是很强大的 如果发育之初阉割未尽 下体虽然可以重生 但是要打一些折扣 即便如此 像清朝的太监小德章 是自幼静身的阉人 当他到了青春期 仍然对女性赶起兴趣来 以至到后来 陆续讨了几个老婆 除了有性能力的小德章 喜欢娶老婆 在古代 很多甚至没有性能力的太监 也喜欢 他们明明没有性能力了 又为何要娶妻呢 太监虽然经过阉割 而丧失了正常的性能力 但有许多迹象表明 他们仍有一定的性要求 从心理的角度讲 宫廷中皇帝与后妃之间的性事 因太监的特殊身份而并不避讳 这也可能对其形成刺激 进而诱发性的欲望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心理的畸形发展 反而会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性欲望 他们虽已惨遭阉割 却仍然具有男人的性意识 与相应的性要求 其满足方式 尽管在常人看来 有偏激或畸形的一面 然而 这种心理与生理上的需要 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众多的宦官而言 要想通过视觉与触觉的刺激 来满足生理上的需要 他们通常使用的办法 就是让别人抚摸 或者用嘴来释放 而心理上的需求 就只能由婚姻来完成 长期与皇帝夫妻的生活接触 太监们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与女性组成家庭 也成为了他们心中最迫切的愿望 原因 主要是想摆脱孤独的心理 他们在世间受白眼 遭人蔑视 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 而且一个人对异性的憧憬 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殖器官 他与一个人的性基因 也有很大关系 1988年 国外曾出现过一个例子 一个男孩在他一周岁时 因事故而失去了他的养具 为了孩子的幸福 父母与医生商量 决定改变一下孩子的性别 将其男子的性线全部根除 并在适当的时候 给他注射大量的雌性激素 促使他出现女性的第二特征 并加装人工阴道 从小到大 他的父母都把他当作女孩来养 可当孩子长大后 这位人造姑娘 却依然对女性很有兴趣 还表示愿意做个男孩 因此 有些关于异性兴趣的基因 从一个人出生时 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身体里 即便失去了 能让他高潮的生殖器官 精神上的高潮 却不是一把手术刀 就能阉割的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有些人的生理结构 就是与众不同 但即便太监能下体重生 阉割期间所遭受的痛苦 也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职位 之所以被舍弃 正是侵犯了大多数人的人权 因为失去生殖器官 历史上很多太监 都是矛盾的聚合体 他们憧憬女性和孩童 并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 而对前者下以毒手 他们时而大笑 时而愤怒 他们已经失去了男性的味道和能力 却又不是女性 所以他们的灵魂是扭曲的 他们的心灵是没有归宿的 但也有很多太监 在别人的白眼下 在枯燥的生活中 他们已经超脱了性的苦恼 成为消磨时光的囚徒 因为没有性欲 他们能够保持元气和精力 使身体延缓衰老 其中不乏很多长寿者 长寿是上天因为他们虽然身受侮辱 却没将暴力施加于别人而给予的奖励 感谢观看